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12月6號 星期三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穆迪 週二宣布 將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展望 從穩定下調至負面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債務 這是中共央行長期貨幣超發釀成的惡果 一場不可避免的金融海嘯正呼嘯而至 或不擔心 北京明年還有一個更為頭痛的消息 1,179萬高校畢業生進入尋找就業的行列 日前 上海交大保衛處招管陪生月薪1,800元 要求研究生的消息引發輿論熱議 更火的消息是北京二手房價斷崖式下跌 房價跌去百萬成為常態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北京這下真的火燒眉毛 經過多年無節制的借貸和支出 大陸各省市積累了巨額隱性債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華爾街投行估計 中國尚未償還的表外政府債務總額約為7兆至11兆美元 其中包括數千個所謂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發行的公司債券 現在中國正試圖拆除這顆可能嚴重破壞其銀行系統的金融定時炸彈 華爾街日報指出 沒有人清楚地知道中國隱性債務的實際規模有多大 但是在過去一年裡 有個狀況已顯而易見 地方政府的債務水準已無法再支撐下去 中國經濟增長正在放緩 政府正在努力對抗通缩壓力 因為一旦陷入通缩 地方政府將更難支付債務利息和本金 經濟學家表示 隱性債務中有很大一部分問題特別嚴重 違約風險很高 規模估計在4000億美元到8000億美元 更令人擔憂的是 債務違約潮造成的損失可能波及甚遠 如果大量地方政府債券出現違約 可能會迅速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金融危機 根據萬德資料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債券佔企業債券市場將近一半 一旦出現違約 整個債券市場都會影響 近些年來 中國經歷了房地產市場下行和數十起房地產開發商債務違約事件 但中國的銀行並未因此遭受巨大損失 主要是因為許多開發商出售美元債券在海外籌集資金 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較低 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情況則不同 這些地方政府債券是由中國的商業銀行持有 銀行也向他們提供貸款 瑞銀的報告指出 融資2022年年底 中國國內銀行面向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總場口約相當於6.9兆美元 約佔中國銀行業資產的13% 上一輪中國解決隱形債務風險的重大行動發生在2015年至2018年期間 地方政府以發行新的公共債券來置換原來的隱形債務 目前各項刺激增長政策壓力下 地方政府又開啟了新一輪大規模舉債 到11月底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未償還債務總額已激增至2018年的兩倍多 為解決隱形債務問題 自今年10月以來 中國有近30個省市 通過發行新債券籌集了約2000億美元的資金 摩根·史丹利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刑季強說 這僅僅是個開始 他估計需要進行至少7000億美元的債務置換 來解決大部分已陷入困境的隱形債務 長遠來看 債務延期或債務置換將損害中國的經濟增長 因為償還債務將需要用到更多的財政資源 或不單行 北京明年還有一個更為頭疼的消息 正當中國年輕人失業率飆升之際 又傳來了一個讓北京當局更為頭疼的消息 明年將有1179萬高校畢業生進入尋找就業的行列 比今年增加21萬人 再創新高 教育部在官網上發布了 關於做好2024届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高校將畢業生就業問題作為重中之重 調動各方力量解決就業問題 通知要求所有高校的書記和校長與企業合作 讓更多的企業進入校園 為畢業生提供更多的優質崗位信息 通知還要求地方政府適當增加政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職位 聘用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去這些地方就業 許多人認為中國就業困難除了目前經濟蕭條之外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北京政府前幾年推行的錯誤產業政策造成的 習近平為了削弱民營企業的力量將他們納入中共的控制範圍 對阿里巴巴 騰訊等中國頂尖的科技企業 發動了所謂反壟斷 大數據安全等一系列整頓 迫使這些企業大幅裁員 中國監管部門甚至直接下令 在一頁之內宣布取締一個擁有上千萬就業機會的教培行業 中國教育部通知提到的讓地方政府出手安排更多的大學畢業生的想法 嚴重脫離現實 地方政府以投資推動GDP增長的做法持續了數十年 過去主要是通過賣地為投資提供經費來源 但今年以來隨著房地產業陷入危機 賣地收入不再 政府運營困難 今年 中國許多地方政府都發生了裁員和降薪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地方政府不大可能會為了安置大學生而擴大政府編制 北京多年飲鎮止渴 一場海嘯將呼啸而至 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穆迪週二宣布 將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展望 從穩定下調至負面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債務 穆迪在上述公告中稱 評級展望下調反映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政府和公共部門將需要為地方和國有企業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這為中國財政和經濟狀況帶來下行風險 評級展望調整還反映出與結構性和持續較低的中期經濟增長 以及房地產行業持續縮減規模的相關風險增加 全國人大常委會10月底緊急批准增發特別國債1萬億元 使得公開財政赤字從3%提高到3.8%以上 此前中國很少公開突破3%的中央財政赤字 僅在2020年因疫情將赤字提高到3.6%以上 當年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也沒有納入赤字管理 除了中央財政赤字之外還批准了地方政府發行近2萬億的債券 來用於解決居高不下的地方債務負擔 即使如此 中央財政依然無力解決地方隱形債務負擔 巨大的風險仍在等待爆發 特別是房地產市場下行 給地方公共財政和政府性基金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隨之導致國家信義破產 對外舉債成本上升 個人 企業 政府疊加的呆壞賬必然拖垮銀行 引發大規模資金外逃 外匯枯竭 一場波及全民的金融海嘯並不遙遠 實際上 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增長 都是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產物 連續實施無序擴張性財政政策 導致財政赤字持續上升 國家和地方債務規模呈爆炸性增長 前中金國際董事長朱雲來曾透露 中國2017年底 總體債務已達600萬億人民幣 按朱雲來的分析 債務規模2018年達720萬億 2019年達860萬億人民幣 後疫情時代 總體債務肯定更高 每年債務利息至少吞噬一半以上的GDP 地方債務更使危機重重 幾乎所有省市未來兩年都會陷入嚴重債務危機 其中一半以上省市 一半以上財政收入 要用來還本福西 原央行副行長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委員吳曉玲 曾承擔過去30年經濟快速發展 以及GDP高增長 是以超量貨幣供給推動的 這意味著沒有貨幣超發 中國經濟數據不可能如此光鮮亮麗 中國對貨幣超發帶來的繁榮產生了極大依賴 每次應對經濟減速 祭出的法寶都使貨幣刺激 1999年中國廣義貨幣余額是1.53萬億 2018年3月達到173.99萬億元 而截至2023年11月中國廣義貨幣余額已經超過290萬億 貨幣超發必然導致債務猛增 很多人對債務沒有概念 看看幾家頭布房企就叫人瞠目結舌 中值系3.2萬億 恒大2.4萬億 碧桂園1.4萬億 綠地1.2萬億 融創1萬億 債務危機如同巨大的石頭悬在空中 隨時砸下來 國際評級機構根本不知道中國靠什麼辦法阻止呼嘯而知的金融海嘯 學者說 中國需比照美國建立破產機制 英國金融時報上週六援引中國地方法院的相關數據顯示 2023年 多達854萬中國民眾因為無力償還貸款而被列入失信黑名單 報導還指出 被列入黑名單後 中國民眾在從事諸多經濟活動時 都會遭遇限制 如無法購買機票 無法報考公職 以及無法使用微信支付等電子支付 總總限制都會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巨大不便 同時 由於被列入失信黑名單後 遭遇諸多限制以及如今面臨的高失業率問題 使得這些違約人的還貸過程更為艱辛 有些人也因此逐漸放棄了重建財務信用 針對建立失信黑名單的機制 李恒青認為中國政府其實面臨兩難 進入失信名單後 不能去坐高鐵 不能坐飛機 他原來要談生意 不坐高鐵飛機 他去不了 這是一種矛盾 可是如果你讓他去坐 這對債權人來說就非常不公平 因為你欠我這麼多錢 結果我還在吃糠燕菜 你卻高消費 時事評論員秦鵬則認為 面對大量民眾無法還貸的問題 中國政府需要比照美國建立更好的破產保護機制 中國的銀行是國有 他會直接把他列為失信人 這其實非常不合理 如果能更好的處理 不把他給弄死 實際上銀行可能會更好 等他緩過來之後發展更好 上海交大保衛處招管陪生 月薪1800元 要求研究生 12月4日 上海交通大學保衛處官方微信號平安交大發布招聘管陪生信息顯示 求職者須為上海交大再讀全日制研究生 培養週期一年 培養期內學校每月提供1800元補助 培養週期結束後 根據考核結果 學校優先推薦管陪生參加學校統一招聘 這條招聘信息 立刻引發民眾熱議 蘋果砸在牛頓頭上說 就問現在這些還在熬夜苦讀 語數殷科的中小學生們 累垮了身體 最後當保安都不一定應聘得上 這是學個什麼? 不是強調學以致用嗎? 清中漫語說 疑問要求要全能 疑問待遇1800元 冷帕岳母欠推AP說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個出文憑學歷的地方 打了文憑學歷的臉 北京二手房價斷崖市下跌 買家開口就砍下百萬人民幣 北京的房子正成為壓在林拉身上的一塊大石頭 早知道當時不這麼著急買就好了 當時做這個決定可能太草率 林拉對《華夏時報》記者說 《2022年年中》 林拉花費了820多萬元人民幣購入四環的一套房源 第一套房子貸款了50% 當時買這套房子的原因 也是因為地段不錯 交通也方便 看中之後就下手了 那個時候 北京樓市也開始下行了 不過很多人說 他說出了放鬆政策後一定會漲價 所以當時就沒猶豫 林拉對記者說 現在大數據厲害 10月份我刷手機 發現有同小區的業主要出售自己的房子 戶型和我去年買的一樣 報價直接就比我的房子低80萬 林拉對《華夏時報》記者說 《華夏時報》記者從多位置業顧問和購房者處了解到 同樣小區同戶型的房源 成交價在半年內跌去百萬元的絕非少數 今年6月份萬科星園成交了一套157坪的三居室 成交價為1328萬元 但今年10月底 同樣戶型的房源成交價則跌到了1080萬元 四個月跌去了200餘萬元 二手房每平方米跌去了1萬元至2萬元 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朝陽區的一位房產中介 民革 《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政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在《天保史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